歡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我們今天的海洋論壇第一集的節目 我是正修科技大學的方立行 我們今天談海洋教育 我們的共同主持人是 高雄市教育局的范訓律范局長 那我們就把最後的這一節時間 交給了范局長 謝謝 我想我們最後的這一節 放在兩個重點上 一個就是剛剛談到國中這一塊 可以看到未來的這些增壓發展 跟這些海洋的產業 所需要的人才的關聯性 還有就是107年的新課綱 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朝這個方向做準備 先請羅校長開始 謝謝主持人 國中階段 國中孩子 其實我們認為最重要海洋教育 應該融入他們的生活前進 國中有透過精進計畫 就是學校校本課程 讓孩子來體驗 最明顯的例子 我舉例來說 我們的岩城區 岩城區就是臨近愛河 所以我們有一個愛河學員 而且岩城國中跟三所國小 他們會透過愛河學員的愛河體驗 來讓在岩城區的孩子 前進區的孩子 能夠認識愛河 怎麼樣入海流 愛河的發展 甚至讓孩子也能夠了解愛河的生態 再特別的是岩城區 岩城區也是有一所國中 三所國小 他們在推展的船板 船板製造 也就是說他們要去學習古人 這樣子來製造一艘船舶 那這個我們也很高興 就是在12月30號下午 我們也會在岐津 舉辦這一場盛會 那這場盛會 我們謝謝高雄市 都花局 教育局 還有岐津區公所 還有中山大學 一起來協助 也就是說國中的孩子 透過實地的操作體驗 他們都能夠真正去體會到 海洋與我們的關係 那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因著這32所核心學校 所以我們預計在明年度 會舉辦海洋教育的原遊會 然後這原遊會會設攤位 也就是說在核心學校 它會設攤位 透過攤位讓孩子 尤其讓我們全市的孩子 能夠來體驗 來認識 那除了原遊會以外 我們也會舉辦一個 海洋教育的知識擂台賽 透過這個擂台賽 讓孩子在有趣而又競爭的 擂台比賽 能夠更深層地來瞭解到 我們高雄市在推展 海洋教育所做的用心 希望孩子都能夠 融入到他們的生活中 謝謝羅校長 那王校長要補充什麼 好 那麼我想在整個課程 然後還有107課綱的整個精神上面 像自發互動跟共好 就是我們很大的一個精神 那所以未來我們怎麼樣跟海洋 是維持一個非常共好的一個關係 這是我們現在都非常關心的 那以我們彌陀國小為例 其實我們現在都已經培養 就是未來的人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那個地方有很多的養殖業 那不是養殖業 我們覺得孩子應該要 要知道他的副祖輩 他們在做的一些是什麼樣的事情 而養殖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 所謂的有機的養殖 它是不是對土地 對我們人體 對整個生態界的一個循環是有好處的 那所以我們就在學校就開始在做體驗 為什麼 因為他要知道整個的歷程 這個歷程裡面 那要怎麼樣去做所謂的低碳的一個 所謂的養殖 或者是這個我們沒有藥物 這一些 我再舉一個例子 各位有去過這個看過漁溫 你知道漁溫的旁邊的土地 為什麼都沒有草嗎 很多的漁溫 為什麼 因為他們撒了很多的除草劑 那除草劑這些除草劑 那就是防止蛇 防止老鼠 但是這些也會跑到泥土裡面去 那像這一種小小的一種 所謂的觀察 都是我們在培育未來人才裡面 一種小小的一個案例 那未來我們透過所謂的活動的辦理 課程的分析跟抽離 跟這個所謂的失智的一個培訓 我們好好的去準備所謂的107年的一個課綱 未來我們跟海是共好的 跟海是友善的 我們走向海洋 我們也走向這個 我們非常好的一個未來 其實在國小的時候 孩子都很可愛 我們在那個地方 幫他們培養出很好的一個願景出來 這是我們現在正在準備的 看來國小都是一個很快樂的學習基地 而且全方位的學習 那我們請您校長回頭到這裡 會把107課綱 給帶來的方向的改變 再做一比較清楚的說明 好 107課綱跟以前的99課綱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走向這一個學生以他的素養跟能力為導向的一個學習 那比較明顯的就是107課綱的話 他有要求在高中 尤其是在高中階段 他必須一定要有四到六個學分 一個學分以十八個小時來看 那學校必須要設計四到六個學分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呢 作為自己學校呢 自己本身的特色課程 就是所謂的校本課程 所以老師不能夠再只拿著一本書就上台去教 他必須要符印他的在地環境的特色 以及在地產業的需求 去設計最符合學生的素養跟能力的課程 那這個部分其實都是對高中呢 現在目前全國的高中最大的一個挑戰 好 那也許在國中小孩比較不會感受到這個壓力 可是高中他很明顯 因為呢這個會牽涉到以後學生的升學進入 很多家長可能還會誤以為說 那你做海洋教育跟我的升學是不是有關 那其實以後的升學方式就是會有關 因為以後的升學會比較很大部分的 走所謂的推薦申請這樣子的一個路線 那學生必須要有很明確的學習歷程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很交代 很明確的交代 他在高中三年到底做了什麼樣的一個學習 那而這個學習要跟他的生活 是有關的 所以在高雄市的學校我認為海洋教育是可以竄起來的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一個海洋的都市 我們有很多的產業其實都跟海洋是有關的 以我們前鎮區來說 我們是全國最大的遠洋漁業的漁港 可是我們的孩子搞不好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想以校本位課程的設計的話 老師如果善用於我們這些海洋教育的資源的話 其實學校就可以做出相當不錯很有特色的一個課程 那尤其是如果我們高雄市的產業地圖能夠建構完成 尤其是在海洋教育的產業地圖建構完成的話 那老師可以運用來做為課程設計的這一個資源就會更多 那我想這個都是老師很期待的 那最近我們一直在不斷地在跟老師宣導這個觀念 跟家長宣導所謂的學習歷程的觀念 以後的孩子絕對不是只有看考試分數 你怎麼樣有一個完整的一個學習歷程 其實對孩子來說是相當重要 那因為我們內向高中剛好是一所完全高中 那我們又有國中部又有高中部 所以我們學校的教務主任就有一個很大的野心 他就是要利用國中的彈性課程 跟高中的這個校本必修課程 然後串成一個系列的從中一到中六的海洋教育的一個課程脈絡 那其實我是覺得滿值得期待的 而且我也非常的鼓勵 因為我覺得那個就是很標準的符合在地特色 而且可以跟國際接軌 因為所謂的素養跟能力導向的學習 也是目前整個國際所謂的人力素養評比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趨向 那我覺得你有在地特色又可以跟國際接軌 其實對學生在我們學校的學習一定會有很多的幫助 而且這個幫助還不是只有對於他以後帶著走的能力的幫助 真的是在他的升學方面是有幫助的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期望的 這樣子家長的接受度一定也會比較高 謝謝林校長的補充 其實我們在上一集談到 高雄市是全國唯一的一個市裡頭有設立海洋局 我們在民國93年設立了海洋局 其他的縣市大部分還停留在叫做漁業處的這個階段 可是高雄市93年開始就已經覺得說 這個城市轉型為是一個海洋城市 所以是要全方位的進行海洋人才的培育 還有產業的發展 還有海洋文化藝術等等的發展 所以我們是一個不太一樣的一個城市 我可以說台灣如果要做海洋教育 高雄一定是領頭羊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做一個這麼大規模的 這樣子的一個推動 從核心學校到領海學校到全市來講 我覺得就是在為台灣的海洋教育 做一個最好的一個打造 我們在做這個打造工程 那這裡頭提到另外一點就是說 這個海洋產業地圖 這個我們也可以請各位老師們 方老師還有很多產業界 你們都熟悉 要來協助教育局 很快的把這個海洋產業地圖打造出來 所以各位不管是在小學 國中到高中 你們在這個學校的課程裡頭 都會把這個放在 等於是它的基礎跟背景 如果高雄的海洋產業是這樣的 那大家先要都看到跟理解 那我們現在在所有的遠洋漁業 比如室內近海 遠洋養殖等等 高雄市是全台灣 遠洋的這個漁業的第一名的一個城市 但是我們大概有380億的 這個漁獲的收穫量 產值佔台灣大概38%左右 產量超過55% 所以遠洋漁產就像你剛剛說的 前鎮魚它就是一個重大的基地 可是學生竟然不曉得 我們原來創造出這麼這麼大的產值 這是光講一個漁業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談到遊艇產業 那這個遊艇產業我們有33家 遊艇的公司其中17家都在高雄 它的產值佔了80%左右 Top 3都在高雄 所以你想想看一個遊艇產業 光是產值全世界大概在250億美金 加上它周邊附加的大概就到400億 甚至可以達到500億美金 因為它有非常多的供應鏈的支持 還可以發展出很多油氣等等 說這麼大的一個產值的一個前景放在那裡 而且我們現在提供出來的破位 就是停這個遊艇的破位 馬上就一掃而光 就是說其實這個需求量會來得很快 速度也很快 但是大家也還沒有看到這一塊產業的發展 那另外將來我們會有一個郵輪產業 這個郵輪產業就是郵輪母港 已經在高雄這個108年完成的這個旅運大樓 就是做一個接待農量最大的 台灣來講是最好的 那你看到亞洲的郵輪這個市場成長的多快 然後這個全世界貨運的這個量成長的多快 這個量都跟人才不符合 就是人才都還沒有到位 市場已經長這麼大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記得 那個海洋產業的地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也很希望在明年第一季 我們就一定要趕快完成海洋產業地圖 我們甚至是用一個動畫的形式來呈現 它非常的有趣 你看就懂了 原來是這個樣子的 我想這就是我們的學校都非常的棒 那我們請那個共同主持人 其實講到海生館 其實應該算是我們的一種新的型態 當我們把以前的博物館 變成它是有一個文創的 或者甚至觀光的這個觀念出來了 當然也進一步的 因為我們還做了很多的研究 現在海生館的研究是 全世界水族館裡面的第一名 那就是因為我們養到那麼多魚 除了給人家看以外 魚也可以拿來做很多其他的 繁殖或者甚至是生物科技 所以它其實就像你們現在規劃的一個海洋的產業地圖一樣 就是我們雖然做前面的東西 可是應該可以看到後面的願景 不過今天我想最難得的是 我們可以有一個從政策面看事情的人 當然是我們的局長 然後請到了彌陀國小的王燕炎校長 然後七全國中的羅正宏校長 以及瑞翔高中的林湘寧校長 他把我們就講說什麼事情 然後來就講說教育 可是教育對每個人來講 其實都好像畢業以後就遙不可及了 那他們從政策到最基層的那個國小開始 他就把我們一直串起來 而且也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如果不做這些事情 我們剛才看到了海洋產業地圖要怎麼實現 其實可能都是真的就是畫一個大餅 所以我們國家的真的經濟政策 產業政策 當然最後還是要連到教育政策 不能夠忘記了我們重要的海洋 我們今天第一次舉行了海洋之窗 台灣海洋向前行的一個論壇 那我們也非常希望這個論壇的 如此生活化的論壇 為什麼講如此生活化呢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在錄的時候 一直都有很多的摩托車聲 士聲 學聲的聲音 因為我們是真正透過這個論壇 深入這個社會的一個海洋的窗口 我是鎮修科技大學的方立行 我們今天要訪問了高雄市教育局的 范訓律范局長 以及他為我們主持 邀請了瑞翔高中 林湘寧校長 契賢國中 羅正宏校長 彌陀國小 王彥妍校長 我們歡迎各位下一次有機會再來收聽我們的節目 並且了解我們深入海洋的一些觀察 謝謝各位 老師